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我们的养化问题第一个话有发来的说是哎 锈球叶子还绿但是变脆了怎么办 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缺光了有点积水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话说锈球不是不喜欢洗阳光吗 他是不喜欢强光暴晒有一些柔弱的闪色光他还是特别喜欢的如果他一点光照没有呢 锈球的叶子也会出现这种感觉 另外呢不排除肥大的那种肥大的那种感觉哈 这个一般都是缺光导致的好吧错吧 你适当的给一点光照一早一晚的太阳晒一晒完全ok没问题的只要不暴晒他的叶子就扛得住的好吧 简单的一盖他这个点 麻烦我想问一下在拼锡上买盆顺便买了土换了没留意看看都是能凑合用吗 这个土的话用是可以用哈 不过呢要自己再经过完全发酵俯熟一下一般这种的话不会经过完全的发酵俯熟到咱们手里的您要了解这个事 就呃咱们怎么做呢一个是 如果说你可以这样哈 有有微波炉的话呢进入微波炉里面稍微打一打用密封袋密封起来晒他个两个月 或者呢用铁锅炒一炒再用密封袋密封起来弄点水这些个再给他欧两个月那种啊 欧点时间就可以用了好吧 基本上呢 这种土买回来以后呢会二次发酵在根里面呢他就会开始发酵了就把土里面的氧气全部消耗掉导致你那个土壤里面的那个根系没有氧气 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开始出现各种毛病另外一个呢也不会给你杀菌杀虫好吧 所以说呢 这种土不是不可以用也不说土差是需要咱们再经过二次加工好吗 亲爱的老欢迎我这门胡椒木很有器用吗 哎呀 这个呢就是缺光了这是 这个呢 市面上是喊的清香木其实呢他就是胡椒木好吧 这个东西呢就是缺光的一个体现了 别的问题不大啊另外的话干了以后也记得浇水 表面的土可以再挖出来一些我看的土是有点厚的这样的话容易闷根好吧 嗯啊别的没牙事 多给这光的多给如果呢还会结果呢这玩意老好玩 老欢迎你好茉莉刚买回来叶子有点黄什么病害 茉莉 这是有正常的不太相信他 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缺肥的体现了臭包 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说呢大家就给忽略了 有几个点一个点就是看一下家里面所有的花那一个土会不会很厚 都取出来一部分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如果说你感觉裸露的很难看是吧你就再铺一层面你像火山岩或者小狮子你弄的好看一些 如果太厚了的话会导致闷根 再一个呢喜欢阳光的呢尽量的给毒光照 浇水的时候还是干透浇透干湿循环这个东西都靠经验莫索和积累的啊 另外的话有的话我问这个季节不是不施肥了吗 他看植物的长势啊你这植物它好好长的你平常不给的施肥啊 长的下雪了你车贷就不用还了吗对不对你下雪了你 你你你那个房贷就不用还了吗这不一个道理吗 冬天了你这个植物长得好好的你该用的就用 人一天三顿饭植物一天一个月三到四顿饭 人睡着了不吃植物休眠了也是睡着了他也不吃好吧 那你简单的盖他这个点 哎好了咱们看下一个错吧 你说我这个墨兰一直没有开花的迹象啊加了一些个粗颗粒胶水也弄一点肥 这现在都得病了错吧 现在你们看到都得一些黑斑病了吗这种也是 哎呦咱们在胶水的过程当中呢 会出现一个积水哦肝 就是焖热潮湿通风擦就出现这样子感觉他现在已经有病了 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说不想用药的话呢先控制胶水 尽量的还是得用点药 你我推荐大家的可以用些小粉药或者是我们家那种小粉帽之类的杀菌剂 你像甲鸡托布巾啊 呃 那个三座铜啊等等都可以哈 不过我们家就卖几种了以药品太多繁杂了以后弄的迷迷糊糊的都可以 碰到叶子的表面 还有一个就灌根同时进行 呃如果说面积很大的话呢就 就可以把这些个 得病的叶片给他剪掉剪掉之后再朋友会更好一些哈 另外兰花想要的开花的话一般呢是考虑到一个苗铃一般的三四年左右的一个苗铃他才爱开花当然了 呃有些个品种出外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温度一般稍微冷凉一些的时候他开始运花 太热了他不长太冷了你不用说对吧 一般就是18 25度之间那种 别低于15度那个时候的开始慢慢的运花包上来 一般都是春秋天了 好吧 嗯别的没啥 说吧 兰花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养的主要是咱们的一个心情 我要问问我做的六个锈球浇水撕肥啥的都一样为什么 就是有那一颗变黄啊 这一颗变黄 首先呢咱们要了解个什么事呢 您那边的温度是怎么样了 好吧 如果说温度都很合适 其他五颗一点是没有 只有这一颗变黄 那说明根部呢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看不到您的一个 花盆底部的一个样子哈 这个就是有点那种积水欧根的感觉了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叶片的上面有些个黑点点 因为很正常啊 对吧你像兄弟姐妹五六个总有一个就是不争气的 就啊是吧 我就独生子我不算很争气的那什么 人生呢 这个呢可以用一些个药物你像多菌灵之类的等到你下回盖胶水的时候适当的逛逛根 或者说家里面有一些杀菌药给他稍微治一治 好吧如果说长时间的不打理他的话 他会烂根的 二没零也可以啊 二没零也可以 先打理打理吧 好了 今天的养发问题呢就简单的到这了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当然如果说起来有问题也可以视频10呀 找不着我的时候呢可以来我的网店啊 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老花衣能找到我家 好吧 我们客服12小时在线 省得你到时候有事联系不上我 还有的话说怎么买你东西都是这样解决 来了 谢谢大家